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相信各位观众大多都知道,台积电日前正在为2奈米工艺泄漏,正在与英特尔上演一场肥皂剧了。 现在肥皂剧又有新角色加入了,台湾检方对日本半导体设备巨头东京威力科创Tokyo Electron Limited的台湾子公司提起公诉,指其管理失当,并且可能被处以1.2亿元新台币罚款。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系统整合部门工程师陈立明在离职后,涉嫌勾结两位仍在台积电任职的工程师吴炳俊和戈一平窃取2奈米工艺的商业机密。 他们共翻拍了数百张台积电2奈米晶片制程与试产相关资料,并计划帮助东京电子改进其时刻设备。 为了配合调查,东京威力科创子公司已经解雇了涉案的员工陈立明,并宣称公司有严格员工违规管理规范,没有把敏感数据泄露给第三方的迹象,但它仍然被相关机构控诉,并因违反当地法规条例,很可能处以合计达1.2亿元罚款。 台积电2奈米工艺泄密事件是在8月爆出来的,但是走向巅峰是在前高级副总裁罗维仁退休后,由于没有签署敬业协议,回到老东家英特尔任职高管,并被指在退休前指使手下大量影印未量产的2奈米、A16、A14等先进制程的机密资料。 因此,台积电人认为它极有可能泄露、披露、交付或转移台积电的商业机密和机密咨询给英特尔,因此向智慧财产及商事法院对罗维仁提起诉讼。 对此,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力挺罗维仁,认为他没有把台积电2奈米工艺资料带到英特尔。 从台积电这处肥皂具来看,台积电问题大概率在于迪在前三排名,现在2奈米工艺泄露,已经涉及到英特尔、东京威力科创,大天波及到三星,也不要感到意外。 台美关税协议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2日上旬被问道,协议是否包括由台湾训练美国劳工生产先进半导体时,他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 但他强调,当然,他们台湾会训练美国劳工。 卢特尼克当时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台积电宣布将增加投资1000亿美元,总投资额达1650亿美元。 他说,当然,他们台湾也会训练美国劳工。 最终目标是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在美国生产半导体及药品,训练美国人,从事这些工作,让整个供应链都留在美国。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目的。 卢特尼克这番发言,证实了路透社先前对台美关税谈判的报道。 报道内容称,台湾可能加码投资美国,即协助训练美国晶片工程人才等。 但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表示, 没有答应美国要帮他们训练技术人员,这不在谈判条件之中。 杨珍妮说,谈判细节尚未定案,因此没办法对外说明。 但对于报道声称,训练劳工是关税减让的部分条件。 杨表示,现在没有谈到这些。 台湾经济部部长龚明欣指出,企业赴美国设厂,若没有人力,工厂就没办法运作,以台积电为例,本身也有职能训练。 不过,卢特尼克表示,台湾会训练美国劳工的说法,有些台湾网民颇为气愤,纷纷在相关新闻下留言,诸如,没救了,台积电过去了,供应链过去了,技术被偷走了,台湾劳工也被取代,被勒索,还给对方伸出橄榄枝。 不过,即便如此,台积电在美国建厂,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困难重重。 台积电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打造成半导体重镇,彰显在美国执行大型建设工程的困难。 晶圆厂建于索诺兰沙漠,占地465公顷,耗资1650亿美元,堪称全球最昂贵工程之一。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记者古德曼,Peter S. Goodman,已在美国兴建晶圆厂,为何如此困难的18000个理由 为标题撰写专题报道。 数十家供应商,包括美国和东亚企业,为台积电提供化学品、零组件及工程建设服务,总计投资额约400亿美元。 这一位没有来自太平洋对岸的专业知识和资金,凤凰城不可能转型为晶片重镇。 美国自2013年以来就缺乏建设大型国内晶圆厂的经验,因此必须依赖大量外部援助。 在凤凰城Phoenix西侧,居民对社长计划表达强烈反对,尤其是封测大厂艾克尔Anker,一间先进封装与测试园区,居民担心有毒化学品与稀缺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最终艾克尔并寻他指。 担忧的居民与肩负国家任性的工厂之间的对峙,反映美国法规繁琐,建设流程复杂,使得晶片聚落进度延宕,也解释为何全球企业对在美国设厂却步。 台积电在台湾习惯快速扩张,但在凤凰城面临美国繁复法规、人力不足与高成本等挑战。 台积电已完成一座晶圆厂生产晶片,并持续建设两座工厂。 未来计划再增建三座工厂与两座先进封装厂,预计美国将生产其三分之一先进晶片。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指出,美国建厂成本比台湾高出五成,恐失去国际竞争力。 台积电在台湾建厂只需一个中央许可,但在亚利桑那州需面对市郡、州及联邦多层法规,动辄数千项审批。 台积电甚至被迫自行制定一万八千条规定,耗资三千五百万美元。 美国以严格法规成功减少污染并提升职安,但也产生了阻碍制造业发展的繁琐官僚程序。 专家指出,如国家环境政策法,即要求文书工作,而非实质限制。 环保团体则认为,文书程序能促使政府评估环境影响。 另有学者指出,凤凰城遇到的困难反映台湾等东亚国家对半导体的高度支持,而美国不必为银河晶片业全面调整制度。 台积电在凤凰城设厂并非处于地理优势,而是对地缘因素风险的重新评估。 苹果、辉达等客户担心晶片过度依赖台湾工厂,故台积电在全球包括德国、日本及美国建厂。 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亦透过晶片法Chips and Science Act提供超过520亿美元补助,其中台积电获66亿美元。 亚利桑那州与州立大学积极引进企业与培育工程人才。 凤凤凰城拥有广阔的土地和少见自然灾害的气候,但最大的挑战是水资源短缺,台积电为此承诺建造废水处理厂,目标是回收几乎所有用水。 总体而言,晶片制造需高精度设备与熟练人员。台积电两年前曾引进500多名台湾技工,引发工会反弹,并引起美籍员工指控台积主管排他沟通使用中文,并忽视安全警示。 台积电表示将致力营造安全,包容工作环境,但显然这一切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